你可以看現場的 看現場 可以稍微看一下 可以看我用棒子捅進去的樣子 你會不會擦太深了 我跟妳說 因為其實很多人也在說我是變性人 妳知道我搜尋我的名字 然後第二個就是妳很像變性人 還有人在留言處說 因為我變性 她就在我隔壁床 明天就請到我的隔壁床了 真的變性人來了 因為小孩子就很愛這樣 很喜歡做一件事 我沒怎麼樣 她就跟我說 真的摸一下我奶都會抱著我屁股 好我今天就來審慰妳好不好 妳這個做完之後 感覺是什麼樣 說真的融完乳之後呢 奶頭沒有像以前一百分的敏感 什麼意思 就以前可能就是沒有做胸部的時候 被舔奶頭是會有那種酥麻 很爽的那種感覺 被騙到的感覺 對 可是現在完全沒有什麼感覺 對等於說她剝離開那個空間的時候 東西塞進去的時候 她神經沒有保留好的話 就會變成說妳奶頭的神經 就沒有辦法恢復到以前 老天就是告訴妳說 不要再這麼敏感了 太敏感了 妳已經享受過多了 想到不行 對啊 妳下面的感覺是 應該也不應該有吧 是不是感覺 我跟妳說我下面還可以射精 什麼意思 妳可以超吹 對 要不要看我那個影片 我把自己玩到出水的影片 天啊 給我看給我看給我看 妳來給我看 我看一下 OMG 顏色咧 喔天啊 顏色 顏色可以 顏色是真的有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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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這兩塊是什麼意思 就是之前那個醫生把它切掉 搞完切掉啊 縫起來啊 然後做成陰道啊 起來有看到在那邊 完全沒看到 就跟她說再見 就是連再見都來不及講 就是連再見都來不及講 來不及說再見 欸真的這個有幹 對耶妳可以看現場的 看現場 看現場 可以稍微看一下 我怎麼拿 啊 啊 啊 我看一次我看一次 有遮到嗎 有遮到嗎 下面 OMG 真的假的 我現在想看我的耶 你們互看 再看下去可能就變迷片了 我覺得妳有這個勇氣 去做妳自己想要做的這件事情 我覺得是一件很棒的 所以有這個 我要跟妳看我用棒子捅進去的樣子 唉唷 喔 喔 你會不會擦太深了 你剛才還要留 要留 真的要打泡來講的話 其實鋼膠是最少的 OMG我不敢 我的鋼膜是觸 我不行 妳沒有試過鋼膜 我沒有我不敢 我就好痛 她沒有男生要走過妳後面嗎 超多但是我是我必要 我說行啊我就打打誰 因為每次只要在那個孔中去 好痛 我平常大便的感覺 我平常大便大到出走 都已經很痛苦了好不好 我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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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們還在頭 她說我根本沒進去 我說不行 我說我瘦夠了 我有試過就是用那個按摩棒 震那個營地的地方 一開始就是像剛剛那樣出水嘛 但震到後面的時候 又震了一段時間 就會噴出尿 就有像女生潮催的樣子 喔天啊那妳現在真的是很女人的 基本上所有的都是比女人還女人的 下面的神經才比女人多 而且我又沒有月經 很方便 對 我們來問一下小薇拉 對 就是妳第一次XX年是什麼時候 妳有XX過女生嗎 我沒有XX過女生欸 還是有嘗試想要跟女生發生什麼感情過 應該是說我從小就沒有喜歡過女生 妳知道我從什麼時候開始發出自己的性向 什麼時候 幼稚園的時候 哇那個真的是 就是天生我就是喜歡男生 對不對 妳就應該天生這樣 只是一個靈魂裝錯概念而已 對 對啊 而且我是從那個打娘胎生出來的時候 我就拿我媽的孔在那邊畫欸 就等於說我從小時候 還沒有意識的時候 完全沒有意識的時候 我潛意識就是想我是女生 但是我很好奇就是說 把雞雞放到女生的裡面是什麼樣的感覺 已經拿掉了 這輩子都嘗試不了 對 哈哈哈哈 不然我可能考慮 再上人試看看 你要戴保險套 哈哈哈哈 那你第一次被疊的人 XX的時候是什麼時候 大學的時候吧 大學很很慢欸 因為我第一次做的時候 我還深刻印象 因為那時候完全不知道 潤滑液是什麼東西 你知道我用什麼嗎 我用沐浴乳欸 欸你知道沐浴乳是鹼性的 然後重點是磨在男生機器上面 然後插進去的時候有多痛嗎 我自己認為我是一個在傳統 跟新世界互狀的一個女性 就是你會不斷的在那邊觸碰 我心中其實非常保守 我對你這樣講 真的很保守 但是呢我所做出來的 或我的言論 或是我所想像的 其實又是非常的新時代 我覺得你也是這樣子的人 因為本來就是你看啊 我們是為了要誇大 你看像你平常人家都會覺得說 你在螢幕前面啊很吵 但你私底下你也是很安靜啊 欸我私底下其實 對啊我也是啊 就是我們會用我們的言論 去帶到我們想表達的一些心態 或是一些態度 或是一些精神 但不代表我們是那樣子 這個地球上是各種不同種類的人 各種不同想法的人 去一起創造出來的 如果每個人都要爭那個第一名 所以你每個人就知道 你國因素都很好的話 這世界上都不會有其他種類的人了 所以你們要知道自然是什麼 自然就是 這個世界上就是有這麼不同的人 所以你們必須要去接受 就是有多麼不同的聲音 你不可以用你的印象 或是你要質疑這些人要怎麼樣 你沒有這個權利嘛 所以我覺得你喜歡成為女生 或是你今天搞不好你有想變男生 他又想變女生 他又想變怎麼樣 我覺得這個世界上是多元的 我們就是要接受這個多元的社會 不管你怎麼說 你覺得我個性很像男生 那又怎麼樣 你懂嗎 我就是覺得 我不會跟其他女生一樣 就是全都活成那個樣子 你們男生喜歡那樣的女生 就喜歡那樣的女生 我這種還是有我的市場啊 你不可以要求我變成你一樣 我的生活環境就不是這樣 被當學生好不好看待的耶 因為我小時候不法是把我 短頭髮 他是要求我 不能當女生的 小時候化妝我是要躲起來化的嘛 我以前都是照那種299 299的店啊 做買那種恨天高的高跟鞋 然後晚上趁家人都睡 著後再去鞋子偷偷穿起來・・・ 這樣摸自己給自己看這樣 然後聽到家人 啊瑞了 快拔 是你 跑擊 就要大櫃子最深去 因為我爸已經不在了 然後 其實我爸在我以前的時候 他知道我的信像 然後那時候 他也沒有多罵我 因為有時候情際風年過節 有時候來家裡的時候 可能就是會 洩言語的侮辱 然後他就會開始講說 良良腔啊 不難捕女啊 那時候我爸也沒有多罵我 因為我算是溫水煮青蛙型 我跟你講我都是要整之前我不跟我媽講 因為我怕他會擔心 我先做完之後新聞出來說 我跑去消果 我跑去做鼻子 我跑去熔爐 我媽知道才知道 他會說什麼越來越漂亮 越來越漂亮 然後最後一步一定是到了變性這一塊 因為我媽之前是完全不支持我變性的 因為他們會擔心嘛 第一他會擔心 因為人家老一輩的都會誤解 甚至現在很多年輕人他們都有一個錯誤的觀念 他們覺得變性的人就是活不久 我知道 我知道 再來就是說你違反那個道德倫理啊 自然啊 為什麼要逆天而行啊 對不對 我覺得你不可以用你的眼光 或是用你記憶你的印象 去批判這些人 我們有經歷過很多不同的生活或背景或是環境 我們每個人都會選擇做我們自己想要做的人 小阿萊我覺得這個是你很大的勇氣 他至少今天他勇於去面對我們自己要的人生 我自己要喜歡什麼樣的人 所以我覺得我們的心態是彼此欣欣相親 所以我完全能夠理解你 就是在這一段路上我是變得很像變裝皇后 我是過得很像變裝皇后的生活 叫我們住 比如說去夜店你都會怎麼勾引 就是我會先裝一下 就這樣 我要花酒 我花娘怎麼酒或那個 你不要怎麼出錢而已 我知道耶 我跟他勾引男生的方式不一樣 我如果在夜店的話 我通常都是會在裡面養 我可能會這樣 這樣就是 要用眼神去放電 你看我的眼睛 如果說我在做這樣 是媽的男生絕對我是變性 如果你看我一個人出來這樣 你這男生這樣 你這男生這樣 好了我們知道你盡力了 不是不是這樣 是這樣你要看喔 就是眼鏡這樣 你也不要看他 就是這樣稍微這樣看一下 就是你不要一直盯著死盯著他看 因為他 他就知道你的目標是他 但是你要不經意啊看一下 然後他看到你走過來的時候 然後你只要發現你這樣瞄一眼 看到他跟他對到眼的時候 他看了你一眼 你就知道他中招了 你懂嗎 他就開始慢慢走過來 你就不要再看他了 我覺得你這招應該比較好用 這叫做 日情故縱 對對 日情故縱 而且我還要同時就是 比如說我在舞池的時候 我還要故意看很多男生 我喜歡那種重心拱月 重心拱月的感覺 就好像一堆要來跟你求偶 並不是說你跟他玩by one 可是你這個 因為你才可以顯示 你的行情 因為我跟你講 我真的曾經這樣去夜店 這樣舞池那邊用過 結果那幾個男生差點吵架 打起來 你要怎麼跟我另外一個 就是比如說這樣咬啊 然後我就這樣看看啊 但是我死都不看後面的男生 然後前面的男生看到我在看他 然後我就這樣 我就這樣 不要給那個後面的男生看到我 我就這樣這樣這樣 然後那個男生就會走過來 然後幫我救走 你懂嗎 我跟你講你證明就是超gay的方式 那你們在聲音上面 有沒有覺得誰的聲音比較叮 那我們等一下要去吃什麼 那我們等一下補什麼 哈哈哈哈哈哈 你這樣那麼舒服嗎 呃 這個真的像那個女鬼 女鬼在叫 女鬼在叫 那你們來合唱一首歌 然後要高音一點的歌 好 那我們唱什麼歌 屋頂 屋頂 你看 這一分一秒 全都停止 才開始糾結 在屋頂唱著你的歌 在屋頂好愛的樂 要稀稀點嘴才在浪漫的日晚 擁抱這時刻 這一分一秒 全都停止 你覺得你自己很明星對不對 對對對 我也是啊 我是自己有供奉泰國神 然後心情不好的時候 我會去跟他們講 因為我覺得我把我的經濟 去跟別人講的話 他有時候會出賣你嘛 因為你知道 不知道像我不會翻臉嘛 但是你跟他們講之後 你就會發現那些人莫名其妙倒霉 每個人都會遇到問題的時候 就是要有你去面對去解決 你們還是有遇到很多 奇奇怪怪事情的機會 但是就是 要讓你們面對自己人生的課題囉 而且我最主要就是 看人一定要看親 因為有很多人都是被和和人海盜 還有就是千萬不要跟自己另外一般做 因為親人 對他擺爛 然後你又罵他 然後會罵他 然後又影響到你私底下的感情 不要把情感放在事業或是錢財上 不然的話 你就會很容易就是走到 朋友不是朋友 然後你的情人不是朋友這一步 所以我覺得工作跟你身邊的很多東西 我覺得要劃分清楚 那還有遇到我們遇到困難的時候呢 我覺得像是小阿達有自己的心靈寄託 那我覺得轉面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啦 就是我們遇到困難代表說我們要變得更好了 對 我們就是要發現這些問題 我們才可以成就新的未來 所以不要怕遇到困難 不要害怕跌倒 我們都還是可以 有更好的另外一條路可以出來啦 三不轉路轉辣 我覺得你很適合去旋律 然後小妮真的很會講話 那我很難跟你吵架 就吵了贏 真的嗎 你把他機關講